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中院的审判大厅挤得是满满当当的 这起案子当年有这么大影响力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这犯罪嫌疑人是一对情侣 一个叫韩绍宇 一个叫崔丹 这俩人是在兰州做的案 但都不是兰州人 韩绍宇是辽宁沈阳人 崔丹是辽宁葫芦岛市的人 这俩人之前也不认识无亲无故 也不是同学 也不是校友的 怎么凑到一起成为的情侣 又是怎么凑到一起 到兰州残忍的灭人满门 这事从头来说 案发那年 韩绍宇28岁 从小不学无数这么一个人 后来在一个工厂里面打工 工作也不是那么认真负责的 就下岗了 下岗以后整天无所事事 东游西逛的 打架斗欧的 弄到钱之后 也不说攒着 吃喝嫖毒 把它全挥霍光了 他年轻的时候 正好这互联网兴起来了 那时候大家能在家里买电脑的 手之右手 都是去网吧玩去 他呢也去网吧 到了网吧里边啊 各式各样的游戏 各式各样的聊天交友 能玩的都玩一遍 再来说崔丹 那时候呢 在葫芦岛呢 也是一样 整天呢 年轻人 精力挺旺盛 大把的空闲时间 二十来岁 大得咧咧的 典型的北方姑娘 这韩绍宇和崔丹 是怎么认识的呢 当地的电台啊 有一相亲交友的栏目 就叫空中交友 在二三十年之前 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啊 您肯定知道 当时甭管哪个电台 一定是有一档相亲节目的 光我知道的 过去啊 给这栏目名取名 叫空中交友的 就有好几个台 剩下的还有什么空中雀桥啊 类似的好多 正是在这个节目里面 韩绍宇跟崔丹就认识了 但是你在节目里牵手成功 在节目外边 这崔丹呢 有一个已经牵上手的了 他在葫芦岛有个男朋友 但是俩人处男女朋友 处的时间长了 崔丹越来越不喜欢 他这个男朋友 就感觉他这男朋友啊 遇上事情之后 年年忽忽的 优柔寡断的 特别呢 长得又瘦又小 跟细马杆似的 但你说分手吧 也有点舍不得 不在于男朋友本身多优秀 而在于男朋友愿意给他花钱呢 对他可大方了 崔丹年纪轻轻 喜欢时尚 喜欢穿着打扮 还就喜欢出入高消费场所 但他又没工作 钱哪来呀 那有个男朋友 能给他大的方方掏钱 这太重要了 所以崔丹就想啊 我一方面呢 把葫芦岛这男朋友揪住 这就算是我的钱包 另一方面呢 这才参加电台节目 想偷偷摸摸的 在外边啊 找到一个理想之中的白马王子 哎 总算在节目里认识韩绍羽了 崔丹也没想到 这韩绍羽啊 没把他领上康庄大盗 反而带他走入了这条犯罪之路 咱刚就说了 韩绍羽呢 是偷鸡摸狗这么一个人 当时啊 赶上沈阳是个大夏天 尽管是东北 但夏天他也热呀 人们呢 一般都是开着窗户睡觉 这韩绍羽 整天在这些居民区居民楼里边转悠 时间长了 就发现了他自认为的致富之路了 弄过来一条鱼竿 就那种可以伸缩的 爬到那些打开窗户睡觉的 房子跟前的树上 瞅准目标 把这鱼竿啊 伸到最长 掉出来那些搁在凳子上的 挂在床头衣架上的衣服裤子 把这衣服弄过来 裤子弄过来 这些包弄过来 值钱的财物搜刮一空 然后再把这衣服裤子啊 这背包啊 用鱼竿送回到原处 这伙还真不容易被发现 哪怕这施主报了警 警察也不容易侦破 韩绍宇啊 这一个夏天 嘿 可是挣了钱了 得心应手 天天忙活 这一个夏天 有两万多的近象 那年头两万多 那过得可潇洒了呀 韩绍宇 就在拿着这笔钱 准备好好享受的时候 没想到 因为这系列案件 犯罪事实太多了 警方啊 还是锁定了他 正在到处打听他的行踪呢 他的家人听说之后 马上告诉了韩绍宇 当天晚上 韩绍宇都没来得及 怎么好好收拾 跳上火车逃离沈阳 上车的时候也没想好去哪 反正就想着一路往南 离沈阳越远越好 离东北越远越好 等踏实下来之后 韩绍宇突然想起来 在那空中交友栏目里 认识了一女孩崔丹呢 干脆 我去看看她去吧 声音听起来挺清脆 挺好听 人肯定长得也不赖 葫芦岛的崔丹呢 人家正天天的享受 葫芦岛那个男朋友 带给她的美好生活呢 韩绍宇 01年2月初一 到了葫芦岛 于是把电话打给了崔丹 崔丹呢 也还真过来了 俩人一见面之下 互相都很满意 韩绍宇感觉崔丹 长得漂亮好看 青春可爱 性格开朗 而这崔丹看到韩绍宇 也感觉非常有魅力 韩绍宇毕竟比崔丹呢 大上几岁 再加上韩绍宇 这么多年 在歌厅舞厅啊 电影电视剧里边 学了不少哄骗女孩子的 那些行话套话 这放崔丹那个 老实芭蕉的男朋友身上 是万万说不出来的 韩绍宇勾的女生 不说勾的有十个 但至少三五个已经有了呀 所以啊 二十八岁的情场老手 韩绍宇 对付这个 涉事不深的女孩 那是小菜一点啊 几个回合下来 崔丹就让韩绍宇 迷得五迷三道的 韩绍宇呢 手里边别忘了 还有钱的呀 一开始 也可豪爽了 那可大方了 这回崔丹一干 我有我的雨歌了 哼 我还要我那个男朋友 有什么用啊 嗯 不对 有用 我可以拿他呀 去骗我爹妈去 那这崔丹能瞒得住吗 这韩绍宇和崔丹 后来怎么又从东北 到了这兰州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崔丹跟韩绍宇一见面 哎呦 小心脏 那是砰砰直跳啊 看看韩绍宇 再看看自己那男朋友 小李那是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啊 我还要他干什么呀 哎不对 有用啊 我得让他去骗我爹妈去 这崔丹的一天天的 跟韩绍宇 私混在一起 家也懒得回来 后来干脆 给父母打了一电话 说在男朋友家里边呢 他的父母知道崔丹 和他那个男朋友的事情啊 再加上呢 崔丹的父母 和他那个男朋友 小李的父母 也都认识 哎 就也没多想 反正俩孩子奔着结婚去的 俩人整天在一块 腻会腻会也挺好 他的父母没想到 女儿撒了一个谎 而那个深深爱着崔丹的男朋友 小李 几天的时间了 也没见着崔丹 也没个音信 也着急 打电话到崔丹家里边询问 崔丹父母一接电话就懵了啊 不是去你家住着去了吗 没有啊 我好几天没见着他了 崔丹父母心里哭通一下子 哎呀 坏了事了 怎么回事啊 行了 甭着急啊 我给崔丹打个电话问问 于是呢 又给崔丹打电话 问他到底在哪 崔丹反正连哄带骗子 三下两下 把父母就骗过去了 再来说小李 一听这崔丹的父母说 崔丹去他家了 那摆明了 崔丹撒谎了呀 越想越不对 他是不是变了心了 是不是又有了别人了呀 骑着摩托车 满大街的就找 人海茫茫 这去哪找去呀 哎 这天呢 还真让他给找着一消息 这小李骑着摩托车 穿过大半个葫芦岛 到了崔丹一同学家里边 问这同学 小丹来过吗 来过呀 刚走啊 还带着一男子呢 说他表哥从沈阳来的 他 他哪有什么表哥呀 一听崔丹是跟一个陌生男子在一起 小李呀 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 问清楚同学 崔丹他们的方向之后 骑着摩托车 就追了上去 因为小李来找的时候 崔丹他们刚走啊 俩人还没走多远呢 还真让他给追上了 这小李骑着摩托车 在后边一看 崔丹跟一个陌生人 肩靠肩 胳膊挽胳 还有互相在那靠着 这哪像是什么表哥表妹呀 这分明这不就搞对象的吗 好家伙 跟我搞这么长时间对象了 什么时候跟我这么亲热过呀 看来呀 都是这个男人搞的鬼 他不埋怨他这女朋友 他埋怨人这男人 看着自己的姑娘 小手攥在另一个男人手里边 纵使这小李平时性格很柔和 一下子也愤怒起来了 摩托车自拉这么一停 跳下来 拦在俩人前头 站住 为啥勾引老子的女人呢 当时天黑了 乌七妈黑 那地方的也挺偏僻 突然听这么一嗓子 还真把韩绍宇和崔丹吓了一跳 再仔细这么一看 崔丹 你呀 我说也真有你的 鼻子挺灵的嘛 耳朵也挺尖的 看见是自己这男朋友了 崔丹说话那是真不客气呀 这已经是人身攻击了呀 这小李呢 受到侮辱之后 伸胳膊挽袖子可就扑上去 就要打这韩绍宇 崔丹呢 也扑了上去拦住了小李 所以这小李和崔丹 先打在一起了 眼瞅着崔丹打不过小李呀 毕竟一女孩子 怎么打一打小伙子呀 韩绍宇看着 我得挑一个合适的时机入场啊 这是千载难逢 好好表现的机会 这韩绍宇早习惯打架斗殴了 打过的人不计其数啊 就这么一老实八交 挺斯文的小伙子 我能怕你 顺手抄起来路边一块砖头 朝着小李的脑袋 啪就劈了下去 一声惨叫之后 这小李可就彻底没有声息了 而这韩绍宇呢 那一砖头砸下去 也砸红了眼了 拿着砖头 把这小李打得是血肉模糊 彻底不动弹了 崔丹这才抱住了韩绍宇的手 俩人坐在雪地上喘了半天的气 这才看这小李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那血流了一大片了 崔丹害怕了 鱼哥 糟了 搞不好把这小子打死了 韩绍宇一听也慌神了 之前打过人可没杀过人呢 赶紧过来看 一摸这小李的鼻子呀 哪还有气啊 怎么这么不尽打呀 三两下就打死了 打死人了 让谁谁不害怕呀 彻底慌了神了 快跑吧 俩人手拉着手 赶紧逃离了现场 要说起来呀 这小李命也大 等这韩绍宇和崔丹逃离现场之后 有好心路人发现了 这路人呢 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110呢 到场之后 又赶紧拨打120 送到医院抢救 这才侥幸 捡回来了一条性命 要不然哪怕不是失血过多而死 也得在这大冷天活活被冻死啊 但是这崔丹和韩绍宇 不知道小李没死 打死人就得偿命啊 就这么着 两个人走上了逃亡路 这俩人一路狂奔 就靠两条腿 就跑到了葫芦市郊区 确实是跑不动了 这才搭上了一辆 过路的搬车 这崔丹也是 有了这样子的经历了 都已经要人性命了 按说 你赶紧离这恶魔远点不行吗 反而崔丹感觉 两个人呢 这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 只不过过的不是自己的命吗 刚跟韩绍宇 出现逃亡头两天 还感觉挺有意思 挺刺激啊 但时间长了 颠沛流离 人不人鬼不鬼的 崔丹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尽管家庭条件没那么好 尽管自己没有经济收入 但从小到大 父母宠着 后来有了男朋友 小李又宠着他 过惯了大小姐的生活 哎呀 这日子可怎么办 我也不能回去 回去警察得抓我 妈 我干脆死了算了 听崔丹这么一说 韩绍宇啊 哎 还附和他 行了 咱们呢 要死就死到一块 下辈子也得做夫妻 咱们恩恩爱爱的 不过咱们不能在这死 得找个干干净净的地方死 好早点投胎转世啊 到这时候了 还想着投胎转世的事呢 我听说呀 四川峨眉山 有一个山崖 一跳下去 能得到成仙 咱们去那吧 反正还两千多块钱呢 花光了再说呗 要不人走了 欠还没花了 那这多亏呀 俩人这心是真大呀 就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 直奔四川峨眉山 那到了峨眉山上 还会发生什么呀 他们还会选择自杀吗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崔丹的 想着反正也杀了人了 甭活了 死了去吧 可是韩绍宇会哄的呀 你呀 先别死 你要真死 咱俩得死一块去 黄泉路上咱俩作伴 下辈子得做夫妻恩恩爱爱的 所以呢 咱去个好地方 去四川峨眉山 在那自杀 能够早点投胎转世 能投个好人家 反正还两千多块钱呢 咱们呢 也得把钱花光了再死 要不人走了 钱没花了 那这多痛苦啊 于是俩人直奔四川峨眉山 到了峨眉山之后 哎呦 这个漂亮啊 川菜这个好吃啊 慢慢的感觉四川的日子太美了啊 又不想死了 人世间多好啊 还是留恋红尘呢 这时候韩少语啊 又说 这么着 咱呢 临死前再去新疆看看去 那羊肉串好啊 那的人热情好客 哈密瓜 大葡萄都好 看看去吧 尝尝去吧 可是想去新疆 你总不能腿着去啊 好几千公里啊 买票 拿什么买啊 穿菜吃的 把钱都吃光了 一翻口袋 整票 零票 凑起来 还不到一百块钱呢 那去新疆 可怎么办 路费 哪里来 那抢呗 峨眉山上 那么多游客呢 哪个游客身上 不得装点现金呢 要不他拿什么玩啊 那时候 他也扫不了支付宝 微信的呀 逮着一个 这就是钱呢 俩人呢 立刻开始行动 每个人的包里啊 都藏着一根钢管 别的游客 是看风景的 他俩把这风景 都看遍了 都看腻了 他们专门看游客 就打算看哪个游客 合适 上去一棍子 抢钱就跑 可是 这找了一圈又一圈 逛了一遍又一遍 始终没找着 合适的这作案目标 俩人这个气氛呢 甚至都很沮丧 咱们难道就这么饿死吗 骂骂咧的 往山底下就走 路过山里边 一个小房的时候 迎面 见着一个四十多的女的 这女的呀 只有一个人 更要命的是 上衣口袋里面 放着钱的 钱露出来了 那么一个小脚 一看 就是一张百元大钞 得嘞 太合适了 就是你了 韩绍宇 顿时恶狼扑石似的 一把 就掐住了这女人的脖子 往房后边就拖 这个女人玩了命的喊 刚喊了一声 就听见崔丹呢 在那唱起来歌了 您各位该疑惑了 啊 这抢劫呢 还唱歌 这是演的哪一出啊 其实这是俩人商量好的 抢的时候怕人求救 崔丹呢 旁边负责大声唱歌 唱的鬼哭狼嚎 能够掩盖住呼救声 韩绍宇抄起来钢管 逛逛一顿杂 把这个可怜的女人就杀害了 搜遍全身 哎 还就只有那一百块钱 就那一百块钱 C19露出来一个角 自己这命 可就葬送在这一百块钱手里了 俩人浑身是血呀 赶紧往山下就跑 事后啊 从四川峨美警方通报的情况 大家才知道 这个遇害的女人呢 刚和几个朋友打麻将回来 身上只有那么一张百元大钞 这是打麻将赢回来的 那年头靠打麻将赢一百块钱 那还了得手气得多好啊 但这也应了那句话了 俘获相矣啊 逃到峨眉山底下的时候 韩绍宇跟崔丹胡乱的吃了几口饭 就在附近居民区的家属院里边闲晃悠 当务之急还是找钱呢 光一百块钱不够啊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还是没找着目标 在一个家属楼的门洞里面 有一个中年人 看见他俩之后 很警惕 就问他们 你们哪来的 干什么来的 韩绍宇啊 被问得心烦气躁啊 得了吧 我也甭管你有钱没钱了 来吧 抄起来钢管 朝着那中年人就是一棍子 韩绍宇没有停手 直接把这个中年人活活打死 抢光了这中年人身上的钱物之后 俩人逃进夜色之中 前后不到半天啊 就这情侣俩 在这峨眉山 佛教圣地 就杀害了两条无辜性命 峨眉警方 接到报案之后 那是尽全力搜查 但是这俩人早就逃离峨眉山 去了成都了 成都火车站 那时候就很热闹 人来人往 俩人呢 就互相掩护着 抢了两个包 一共啊 到手了四五千块钱 钱到手了 跑吧 于是登上火车 前往新疆 钱是不少 但架不住他们挥霍呀 新疆那么大个儿 转了几个地方 钱呢 又没剩下多少了 那咱回去吧 羊肉串也吃了 哈米瓜大西瓜也都吃了 坐车到了甘肃兰州 下了车了 知道兰州出名啊 位于黄河岸边 那是举世闻名啊 顺便看看去吧 再吃碗牛肉面啊 再解决一下路费问题 到了兰州火车站 在后车室的椅子里 俩人就清点了一下身上剩下的钱 就还一百来块钱 不行啊 咱得弄钱了 要不咱想吃牛肉面都夹不了牛肉了 已经下定主意的韩绍宇和崔丹 出了火车站 直奔一家日杂商店 买了斧子菜刀 这都是作案工具 在城关区晃悠了两天 始终没找着下手机会 又买了份地图 找到了西顾区 为什么到西顾区呢 他们了解到这西顾区啊 是工业区 防范呢 相对比较松 容易得手 2001年3月18号 俩人来了西顾区了 像兰花呀 兰石啊 这些大型的国有企业 都是在西顾的 这韩绍宇呢 本来就是一家工厂的下岗职工 他非常熟悉 这些国有工厂的生产区 生活区的布局 3月18号下午 到了西顾之后 很快就找到了 兰州化工厂的福利区 也就是家属区 3月18号 俩人在兰花家属区 转悠了半天 终于盯上了一户人家 在兰花一栋家属楼的三楼 为什么盯上他家了呢 要说起来 这韩绍宇选择作案目标 选择作案对象 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什么方法啊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韩绍宇盯上了一栋家属楼的三楼 为什么盯上这户人家了呢 因为他家阳台上啊 堆积了不少年货 这么多年货 那他们家肯定有钱呢 没准是个什么领导啊 午夜时分 凌晨一点左右 这俩人呢开始行动 俩人也琢磨透了 杀一个人也是死 杀两个人也是死 咱还不如多杀他几个呢 本来崔丹 一个涉事未深的少女 就让韩绍宇带的啊 现在这心里边 那也是很如蛇蝎呀 这崔丹呢 还跟韩绍宇说了 要死 咱们就死到一块儿 老公 这次一定要给我留上一个 让我的手也染上血 我陪着你 这说的哪叫人话呀 韩绍宇听了倒挺开心 好 没问题 我还正好省劲了呢 韩绍宇啊 在这寒冷的黑夜之中 通过防护栏 就爬到了兰化这栋家属楼的三楼 用随身带的钢管 遍开了拐角的那防护栏 就进入到了三楼的301室 要说起来 这俩人对房主身份的判断 还是挺准确的 男主人是兰化公司下属 某厂的副厂长 女主人呢 是兰化公司下属某厂的总经纪师 都是中高层领导 两口子都50多岁了 条件确实不错 这一天呢 跟老两口一起住的 还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 是老两口的外孙女 这韩绍宇和崔丹 潜入到房间之中的时候 这祖孙仨人 睡得正香着呢 呼呼的 韩绍宇 抡起来刀子 朝着这祖孙三人的头上 可就猛堕了下去 当时那些刺就出来了 三个人呢 也没反抗 就被打晕了过去 随后 韩绍宇打开房门 把这崔丹放进来 因为崔丹呢 翻栏盖翻不上 他在门外边挡着呢 急得也是嗷嗷乱叫啊 这俩魔鬼 建里边 这祖孙三人 头上都是血 更疯狂了 更兴奋了 一个拿刀 一个拿斧子 对着祖孙三人 一顿猛砍猛舵 三条生命啊 转瞬之间 就都让他们害死了 这小女孩啊 才四岁啊 未经人事 就惨遭毒手啊 这两个恶魔 从这户人家 截走了一千多现金 和一些金银首饰 然后逃离现场 直奔火车站 逃出兰州 兰州319 特大入室灭门案 发生之后 因为受害者身份 比较特殊 罪犯的犯罪手段 又极其残忍 这家属区里边啊 一时间是人心惶惶 各种谣言就出来了 在社会上也造成了 特别恶劣的影响 省级领导 市级领导 都纷纷的做出指示 甘肃省公安厅 还把此案 列为了省厅当年 督办的头号大案 兰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西谷分局 兰华公安处 共同成立了联合抓案组 专门侦破此案 刑警支队一大队 这是抓案组的主要力量 经过三个多月艰苦工作 这才认定这是一起流窜人员所做下的特大命案 案犯年龄在三十岁左右 是一男一女 专案组呢 第一时间向全国发出协查通报 通报案情 要求并案侦查 咱们再来说 韩绍宇跟崔丹 逃出兰州之后 那是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的晃荡 没钱了就偷 偷不了就抢 一路辗转 绕着中国 走了大半圈 又回到了辽宁 为什么回辽宁了 离家久了 想家 还是感觉别的地儿再好 也没有自己的家乡好 但沈阳跟葫芦岛是去不成了 去了就得被逮着 一商量 得了吧 咱去朝阳吧 这朝阳呢 甭管是离河北啊 离内蒙啊 相对比较近 离他们的老家沈阳葫芦岛 那也不远 在朝阳就安顿了下来 这俩人到朝阳之后 也没有想自杀啊 想死的这个念头了 干脆咱那好好过日子吧 别再犯事了 从那以后 没再敢犯出人命案子 但毕竟啊 这韩绍宇凶残暴虐啊 尽管不杀人了 但不干坏事 他受不了 再者说了 不干坏事 去哪挣钱去 不挣钱 靠什么吃饭呢 不吃饭 怎么活呀 这韩绍宇呢 安分了没多久 又弄了一条鱼竿 又干起了 之前咱们说的 那偷盗的把戏 就靠这鱼竿挣钱 挣得还不过瘾呢 有了女朋友崔丹了 还不知足呢 他呀 瞅着一个空单 又犯下了一桩 强奸案 一直到2002年5月16号 这起强奸案被辽宁朝阳警方破获 这么着才抓住了韩绍宇 01年2月 逃出警方部下的天罗地网 到02年5月落入警方的罚网之中 前前后后一年多时间 他跟崔丹 从东北到华北到西南到西北 又回到东北 可是逃这么远还是没逃出警方的手掌心啊 这两个人前前后后杀害六条人命 其实啊杀了这么多人 俩人也不踏实 甭管是韩绍宇还是崔丹 精神状态也都快崩溃了 天天做噩梦 朝阳警方把手铐 靠住韩绍宇的时候 韩绍宇只说了一句 报应的时间到了 于是韩绍宇也没有抵抗 交代起了犯下的一起起命案 同时呢 也交代了他的帮凶 他的女朋友崔丹的下落 朝阳警方火速派出警力 捉拿崔丹 同时和葫芦岛 峨眉山 兰州三地的警方取得联系 核实韩绍宇所供述的命案的真实性 兰州警方接到朝阳警方通报的情况之后 经过核对双方掌握的情况 基本认定韩绍宇崔丹 就是兰州319特打入室杀人案的 重要犯罪嫌疑人 兰州市公安局刑侦之队 派出主要侦办此案的 一大队的大队长周健 率领着警员到朝阳市进一步核实 州队啊 赶到朝阳之后连夜提审了韩绍宇 州队开门见山就说 我们是甘肃兰州来的警察 谈一下 你到过兰州没有啊 韩绍宇这时候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犯下的这点事反正都交代过了 我到过 去年三月我跟崔丹 从新疆路过兰州 没钱了就去搞钱 半夜的时候翻窗户进三楼 把睡床上的三个人杀了 有两个老人 一个小姑娘 审完韩绍宇又马上提审崔丹 崔丹的供述和韩绍宇的供述完全吻合 2002年6月6号 按照相关的法律准则 朝阳警方将系列重案的犯罪嫌疑人 韩绍宇和崔丹移交给了兰州警方 将他们押回兰州受审 最终韩绍宇和崔丹都被判处死刑 2004年1月9号 他们被执行死刑 行了 这个案子讲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中外罪案实录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中外罪案实录